本港楼价在一步升度超过一年半的高位 有分析预计楼价年中或会创历史新高 但提醒仍然有回调的风险 有学者说即使是重推一手楼空置税 也无助压抑楼价 本港楼价年升四个月 但升幅稍微方缓 差强物业股价署最新公布 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 按月升0.4%去到390.8% 是前年7月以来的高位 按年增速受加快去到超过3% 面积752平方尺或者以下的中小型单位 楼价齐升不够1% 同样见超过一年半高位 累计今年头四个月 整体楼价升近3% 距离前年5月历史高位只是差1.5% 市场的资金太多 再加上可能真的多了人留在香港 变成他们对投资的意欲和行动 都比之前更加有实际的成效 原底有机会去到差不多7-8% 往后可能经济真的未能即时好转 而租金又回调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 楼价升幅可能不是那么稳定 根据政府数据 截至3月底 本港有大约12,200伙 一手楼货美单位未卖出 政府一度计划征收的一手楼空置税 去年10月撤回 现在是否适当时机重推 不以压抑楼价呢 有学者认为作用有限 他就减少了预售楼花先 不申请入伙子 那时候那便不算是空置单位 那时候那便便不用给空置税 用空置税而增加供应 而令楼价回落 我相信这个预算盘未必打得向流 潘永祥说如果政府要矮益楼价 应该增加兴建更多的资助出售房屋 又认为应该将公司仍房屋供应目标比例 由现时的7.3比改为8.2比 以增加供应 保持电视记者 刘春玉报道